在我整个的研究过程里 我学到的是真诚地面对自己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在这些过程中 我确实体会到对生命 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只要对吃的食物多一份自觉 我们可以恢复健康 改善环境 拯救我们的地球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约翰·罗宾斯 我年轻的时候 我想我的家人一定对我很失望 我父亲很成功地经营三一冰淇淋事业 他陪着我有一天准备接他的棒 等我慢慢地长大 我的良知带领我往不同的方向走 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实现了 一般美国人赚大钱的梦想 但是我的梦想又在进一步 我追求的是一个充满着和平良知的社会 一个会关心和尊重生命的社会 有这种想法后 很快地我就离开了那个后院 有座甜筒型游泳池的家 远离了那里的生活方式 我也告诉我的家人 不必为我设立任何信托基金 我也不想靠家里的经济支援 我真的想的是 按照自己的良知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我要看一看 这会有什么后果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但是当时我很年轻 做事不考虑后果 也管不了那么多 只觉得我该试一试 就这样呢 我呢 离开了整个家族王国 跟太太搬到殷属哥伦比亚附近 一个小岛上 我们合力整地 盖了一个小木屋 也开始种植自己的食物 我们又回到整个寿命网里 把根深深地和整个地球连接在一起 想知道这会有什么感觉 七年里 我们每年大概花费六百美元 看得出来 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至于我的父亲和我家人 我现在完全可以了解 那个时候为什么他认为我是疯了 他那么努力地去经营维持一个企业 而我对这个成功的企业 却弃之入必席 他觉得我的行为不可理解 我承认我当时不是很了解他 那个时候我有病 我小时候曾经得过小儿麻痹症 有一段时间我腰以下是完全瘫痪的 从小到大我的身体不太好 常常有很多毛病 因此我对如何重新获得身体的健康非常关心 我研究也实验各种不同的饮食方式 我也注意到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吃些什么 我想知道这些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心脏病 某些癌症 骨质疏松症和糖尿病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常见的疾病 我们吃的食物对这些疾病的病因有直接的影响 麦克克莱博医生是帮助我了解这一点的几位医生之一 我第一次注意到食物跟健康的关系 是我在麻醉部门学习如何麻醉病人的时候 我的病人第二天要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这是为了疏通已经阻塞的血管 我记得那天已经很晚了 我帮病人抽血 然后送到实验室去化验 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正常的状况下 服在试管上层的液体是透明的 是黄色 是肉眼可以看透的 可是这条试管里病人的血液绝不是透明的 服在上层的血清既厚又油 颜色是白的 看起来像胶 我摇动试管时 它根本是粘在试管边上的 于是我回到病人那里问他 贝利普先生 你今天来医院之前吃了些什么呢 他说 我吃了一个乳酪汉堡 还有一杯奶昔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我在试管上看到的是什么 那是牛肉汉堡的脂肪 乳酪和冰淇淋奶昔里 奶油脂肪的集合 所有的脂肪 渗流到他的血液里 提高了血中的脂肪量 30 40 50年 一直累积下来偏高的脂肪量 必然会影响血管而产生变化 那也是很危险的 今年累月下来 动脉会被这些脂肪阻塞起来 这些凝结的血块 会完全阻碍血液的流动 如果是通往心脏的血管阻塞 这会使心肌因为缺氧而死亡 这就是一般说的心脏病发作 如果是通往脑部的血管阻塞 病人就是中风 第二天早上 菲利普先生进了开刀房 我为他上麻醉 外科医师替他做开心手术 我们从他的动脉里 抽出了一条黄色油腻的沉淀物 医学上称作动脉硬化 打个比方 如果你今天死于心脏病 这也是美国今天最普遍的死亡原因 可能会有人来解剖尸体 这个是很平常的程序 他们已经做过不下数百万次 你的遗体会被平放在解剖台上 他们打开你的胸膛 然后找出输入新鲜血液的冠状动脉 但是现在已经塞住了 不能够为心脏提供氧气和血液 所以心脏衰竭 而你也死了 找到冠状动脉之后呢 他们就会拉出一条油油滑滑 像是香肠一样的物质 这就是致死的原因 然后很小心地送到病理实验室化验 第二天报告送来了 这个化验 全世界医学研究单位 已经做过不下三百万次了 所有的报告内容都是一样的 上面写的死因是 饱和性脂肪和胆固醇 但是从来没有一份检验报告会说 死因是绿花菜和豆腐 当我看到那位病人血液里的脂肪的时候 我也想到自己的血 从小我在威斯康辛州牧场长大 吃了很多的肉跟乳酪 我也了解这种饮食习惯使自己的动脉阻塞 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有些人怀疑含有高脂肪的饮食也是造成某些癌症的原因之一 约翰·麦德果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民 罹患乳癌的几率是各不相同的 这提供了我们研究乳癌与饮食之间关系的第一线索 比如在日本 妇女染患乳癌的几率很低 但是美国染患的比率高出日本六倍 美国染患乳癌的几率很低